9分 对 那第一次呢 可以说呢 也是刚才的上场 四位选手当中呢 他是属于第一 所以 第一分的一位 只是得到 9 9分 对 我们现在看见呢 这位是 中国的选手 刘清华 那么当你看见 刘清华 在演绎这套 规定 强权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他每一次的出动 都是非常的干净利落 拳拳到点 神态十足 弹跳非常高 这个旋风脚尖马步 稳稳荡荡 双脚落地 我想跟前面的 一位运动员比较 他的优势 已经非常明显了 看看这个正踢腿 直接快速的 击到了脑门子上面 而这一个穿 蹦跳 清清楚楚 每一点都到位 直了 在把武术动作的 这个攻防意识呢 是表达的淋漓尽致 那么通常打到 第三段的时候呢 运动员都是表现得 非常无力 但是在 刘清华的身上面 我们看不到这一点 进入第四段的时候 这个的旋子打得又高又飘 这个的扫腿呢 快速到位 接着这一下的停止 仍然是标准的角度 可以说呢 所以一套的非常完美的动作 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演绎 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讲呢 在一分二十秒或以上的这个时间完成六十多个动作的时候呢 需要非常大的体力 因为在整套的演绎过程之中呢 包括了要把武术的这个基本动作表达出来 你看这些跳跃 还有他的装功 他的攻防意识 一摆就是为了往前这一下的击打 在高低起伏的过程之中 把武术的这个节奏和韵律都表现了出来 也可以看出这位运动员呢 是经过了长期的苦练 才能得到今天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效果 这一连串的小疙瘩就是长拳 长拳 它的在 它的全种起源之一 茶拳的一种非常基本的 也是很最有特点的一套动作 在这套的长拳规定套路里面都得到了体现 那第一拳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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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